原來如此 草莓 大同 上台一局高 梦境 真的是十分的奇妙 所謂日有所思 夜有所夢 就是這個意思 这句话说的实在是 太有道理了 是话者说 我最近看了一部 跟三国传有关的卡通 所以我昨天晚上 就做了一个梦 是跟三国有关的梦吗 我梦到我穿越时空 到了三国时代 三国是个动荡的年代 也是个人才辈出的时代 你梦到了什么 首先我在梦里面 睁开眼睛 就看到一片桃园 那你肯定梦到了 是刘备 关羽和张飞 桃园三结义的桥段 不是桃园三结义 是桃园四结义 因为我也跟他们结拜了 你跟他们结拜了 还要做梦嘛 总之我就跟着他们喊了 不愁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愁同年同月同日死 所以我就变成他们的四妹了 能够跟这三位大英雄结拜 真是令人羡慕耶 我们结拜完之后 就要 把血滴入碗之中 然后大家喝了它 那是古时候的一种仪式 你得照做哦 我不敢喝 那可不行 这样表示你没有成案绝心 所以我就灵机一动 马上跑去找大哥刘备 撒娇 撒娇 好 说有你的 那你是怎么样的撒娇法呢 我就说啦 大哥 小妹不敢喝 不过怕坏了你们的兴致 那我就准备台湾美食 让你们享用吧 等等等等 那个年代 还没有台湾这个名称吧 他们肯定不懂哦 他们肯定懂 因为做梦嘛是不是 所以我就到一旁 准备台湾美食了 那你准备的是什么样的台湾美食 给你三位哥哥呢 我准备了台湾最道地的美食 而且是台湾人发明的 鸡脚洞 鸡脚洞 你知道发明鸡脚洞的人 可是个好老公啊 中国人爱吃美食 西洋人也爱吃美食 好吃哦 好吃到极点了 我是盛卓罗 今天要告诉大家的是 一个跟爱有关的美食故事 净哥哥 龙妹妹 净哥 好了 当时是民国六十八年 大家看到的这两人 只一对夫妻 他们的命运 因为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 有了变化 净哥哥 我有话想跟你说 龙妹妹 你快说 我怀孕了 什么 你难道不喜欢我怀孕吗 龙妹妹 我太开心了 我去买些东西给你吃 净哥哥 你先别走啊 净哥哥 听到龙妹妹怀孕的净哥哥 开心的买了许多龙妹妹爱吃的东西 头上云朱脚 无论净哥哥拿出什么样的美食 龙妹妹总是摇摇头 我要使出我的杀手剑 你最喜欢吃的 这个 我想吃 所谓 好花不常开 好金不常帅 怀孕后 每天都吃个乳鸡脚的龙妹妹 脸上逐渐失去了幸福的笑容 为什么 为什么我平常最爱吃的乳鸡脚 在我怀孕之后 就变得没有味道了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了帮龙妹妹再次找到好吃的幸福感 于是乎 净哥哥找了很多的中药材 做成乳汁 再与鸡脚熬煮 再将车锅鸡脚冷藏 冷藏是冷藏 欸 这就是冷藏啊 我刚刚在施展我的 安病增长 经过冷藏处理后的鸡脚 能不能再度获得龙妹妹的风心呢 金哥哥 龙妹妹 哥哥 怪说 后来那一锅冷藏乳鸡脚怎么样呢 不是冷藏乳鸡脚 是鸡脚丼 这个名字 是金哥哥 是的 没错 这个鸡脚洞 我们龙妹妹最爱吃了 所以我决定要来试麦 金哥哥 你好棒 龙妹妹 这就是台湾美食鸡脚洞的由来 谢谢大家的收看美食蜘蛛网 我们下次见 我们四兄妹结议之后 我们就要开始恢复我们汉式的大业了 那你们是怎么恢复汉式呢 我问你 在三国时代里面 有战神之称的是谁啊 当然是 没错 所以我们的第一站就是 你的意思是在梦里开打了 不是 他们打 我没打 我是去当啦啦队的啦 更重要的是 我还有帮忙指挥作战喔 指挥作战 你也会兵法 不会 那你还去 我看是帮倒忙吧 那可不一定 我是个现代人 虽然我不懂得作战技巧 但是我有生活常识的 生活常识 也可以指挥作战 你听我说你就会知道了 当时是非常炎热的七月天 糟了 此时开打 真是大福利 八成会中暑喔 所以我在三位哥哥要准备出去作战之前 我就跟他们说了一句 哥哥们 喝了这一项喔 你到底给他们喝了什么 消暑圣品 爱育兵 今日我施郎将军亲自作证训练行兵 施家军行兵主意 主意 原地吐刺分解动作 预备 一 三 二 呵 一 三 二 呵 很好 今天各位都非常精实地在操练 等等休息时间 本将军想你们吃点心 多谢施郎将军 不客气 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这种大热天 要是能够来上一网 冰冰凉凉的爱育 当然是一大享受啊 对… 如果再加上一点 真是清凉又消暑啊 还有搭配梅子或是梅醋 还有黑糖也是不错的选择 看来你们两个对爱育的吃法 还挺了解的嘛 当然 爱育是我们台湾消暑的甜品之一 我从小吃到大 当然了解啊 那如果你们能说出爱育的由来 我待会就请你们吃 特大碗的爱育 爱育的由来喔 我不知道耶 清凉将军我知道啊 那你说说看 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人经过西边的时候 突然觉得口很渴 所以就很想喝点东西 然后她经过西边就发现 西边好像有点 像捷洞的东西 尝了一口之后 很是爽口 于是乎她就发现了爱育的果实 就做出了美味的爱育 那为什么叫做爱育啊 那是因为 发现爱育的那个人 她叫女儿上街贩售 而她的女儿就叫做爱育 所以就取名为爱育 原来如此 好吧 看你这么精辟的讲解 本将军一定信守承诺 待会儿练完刺枪术 就赏你们吃爱育 YES 多谢市长将军 好了 那最后刺枪术的训练 你们想做一下还是五十下呢 当然是 一下 好 那我们就做最后一下 原地吐司分解动作 预备 一 三 人了耶 赶快回来喊二 是你们说要做一下的 三主我上去买爱育了 将军 我们可以做五十下的 一百也行啊 两百也可以 在梦里就是因为爱育兵 所以吕布打输了 就逃回城内了 原来吕布会输 是因为没有喝爱育兵 看来你还是这场战役的自尚关键 那是当然的 我们打完吕布之后 我就跟三位哥哥提议了 你们还少了一位为你们谋划的 这么快 就要三顾茅庐找聪明的诸葛亮了 李时中记者 要三次才请得动这个三国时代的天王巨星 没 我一次就找到了 第一次 对啊 因为我知道前两次都没有用啊 所以我们就不要浪费时间了 也是 毕竟你有看卡通 所以你是用什么方法打动了诸葛亮 很简单 就是捏泥巴加上好味道 捏泥巴 該不会是 捏泥巴 捏捏捏捏捏捏捏泥巴 对 就是这首捏泥巴 我看诸葛亮应该吓傻了吧 诸葛亮他一开门 看到我们四个人在那边 捏泥巴捏泥巴的 他当场就傻眼了 别说是他 要是我看到刘备 关羽 张飞在跳捏泥巴 我关羽就傻眼了 做梦嘛 我们跳完舞之后 诸葛亮可是 笑得很开心 诸葛亮 捏泥巴加上好味道 那个好味道在哪里 我们四兄妹跳完舞之后 我马上大喝了一声 上菜 你这是叫谁上菜 做梦嘛 谁上菜都不重要的 重要的是我们拿出 我们精心准备的玩粿 你准备的是台南美食玩粿 是啊 我还有趁诸葛亮在吃碗粿的时候 告诉他碗粿的由来 姐姐 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吗 你怎么如此的盛装打扮呢 今天是我与恩公使先的相应之日 为了这一天 我已经等了一百年 我一定要让恩公屈我为妻 好报答他的恩情 他来了 躲起来 爱真的需要勇气 去相信流言飞语 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 我的爱就有你 居然有人跟我喜欢同首诗 我们都需要勇气 去相信回家一起 人潮涌起 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 你的真心 姑娘 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她 她叫白树珍 我是她妹妹叫小群 许仙公子 你可能不认识我 可是我已经仰望你好久好久了 姐姐 姐姐 太好极了啦你 多谢姑娘您看得起我 不过我挑我girlfriend 女朋友的条件是很多的 因为我需要一个跟我心灵相通的人 那个什么许仙 你挑什么挑啊 我真好歹 你不知道我姐姐她 不得无礼 许仙公子 我知道你的心里面在想什么 我示意你考考 好 好你 我这样比多少 那这样咧 那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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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咧 13579大母哥 我当然叫你在想什么 她居然连我内心说什么 都说得出来 所以你们两个就要在一起 在一起 在一起 对 可是我许仙一贫如席 跟着我生活是很辛苦的 所以我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你回答出来 我们就在一起 没问题 如果有一天 我们家里面只剩下一点点的旧米 你该怎么办 我知道 当然是买新的米啊 可是我没有钱 如果很简单嘛 把那些旧米煮成碗粿就好啦 那是什么 米南台湾一带的农民 会把储存过久的旧米磨成米浆 并且加入肉燥香菇 蛋黄瘦肉等食材 放到一个碗里面一起蒸煮 这样子就做成了好吃的碗粿啦 原来如此 做碗粿可是我的强项哦 真的吗 真的哦 不惜你问我姐姐 你 对 那我可以跟你交往吗 这怎么好意思呢 我喜欢嘴唇厚的人 你都真心 咔咔咔咔 咔咔咔 我的眼很厚啊 你看一下我吗 嘶嘶 诸葛亮就这样被捏尼巴 加上好味道给打动了 没错 就在我四妹的计划之下 我们一顾茅庐 请出了诸葛亮 做梦嘛 这个我知道 再来照你梦境的状况 应该是赤壁之战了吧 没有 赤壁之战太恐怖了 所以我就没有去梦它了 也是 战争确实是非常残酷无情的 我们大家忙了这么久 我也累了 所以我就回家睡觉了 对 梦里还睡觉哦 不过我不知道我到底睡了多久 后来我是被诸葛亮的声音 给吵醒的哦 诸葛亮来找你 没 他在读他写的出诗表 他读给你听 对 我还有告诉他哪边没有写好 你好大的胆子啊 做梦嘛 所以诸葛亮要带兵讨伐 为国了 你的历史不错哦 我也有看卡通啊 写完出诗表就要去作战了 不过诸葛亮他来找我 其实他是有诗要拜托我的 他拜托你什么 因为上次他吃完了碗粿之后 念念不忘 所以很想要在他出征之前 尝尝我的手衣 原来他也是个爱好美食的人 对啊 所以这一次我们就准备了不同的东西 你做梦也挺忙的吧 说说看这回你准备了什么 我先教他跳捏你把这首歌 怎么还跳啊 他跳起来很可爱耶 后来那你准备什么好味道 天下无双的美食加油 鸡肉饭 鸡肉饭 诸葛亮他大口吃的这鸡肉饭 还有问我鸡肉饭的由来哦 这年头厨房人手真难找 对啊 大家都想要去做办公室 没有人来想要做厨师了 你想想 这样子我们独家的料理就要撕传啦 请问你们 你来... 你在找工作哦 跟你说你来我们这边工作 我们这边工作 环境好 行资优温 而且还可以叮叮准时上下班哦 来... 你别拼他乱说 我们这边讲经过 人工福利好好包吃又包足 听说学徒要学好几年 你们这里也是吗 你问到重点了 别讲 我是不知道啊 不过你来我们这边工作啊 你想要学什么 我就教你什么 名师出高途嘛 三年不用 两年不用 一年放途 等... 没有人说自己是秘识的 我来... 我跟你说 来这边你想学什么 学什么 我还可以免费修出国家 有个米其林猪处学处义 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切才切到瘦痕酸 我还可以帮你安免 哇 听起来都好不错哦 好...好难选哦 那我要先给你们我的履历表吗 没我的履历表 没我的履历表 我跟你说 不用履历表 履历表不重要 我跟你说 你要是来我这边工作 我一定马上把我最独门 最厉害的料理 就这样 鸡肉饭 鸡肉饭 那个东西看起来不怎么样 什么不怎么样 什么不怎么样 跟你们说 这可是大有来头的好不好 这个是那时候台湾光复之后 美军把火鸡带进台湾 就有人把肉弄成丝状 放在白饭上面在梨上漏灶 就变成这道美味的佳窑 原来如此 好 我决定了 我要把你维持师傅红 好 你 你自己自己来 好 怎么样 你现在被我盼上风莲花 都说不清楚了 那个这个给你 恭喜 好 不客气 不客气 来... 我有学徒了 你说你要月入十万吗 对 前三个月的适量期呢 我只拿十万 后面要记得帮我加薪喔 师傅 还要加薪喔 请问什么时候可以开始上班 师傅 上班 晶天吧 能变晶天 我穿这样可以吗 师傅 小花 小兆 你们赶快过来 我告诉你啊 我这边好像不缺人了 西餐厅那边缺人 西餐厅 这里同样的 人都不吹了 而且我跟你说 我打仰了 打仰了 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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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加上我的爱心饭团 一边唱着 乖啊 乖 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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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他的歌声挺不错的 乖 到这里你的梦应该也醒了吧 沒 我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還沒有做 重要的是沒做 我要找個人 也在三國嗎 他就是三國裡面最帥的周宇 我想要請他幫我簽名 反正是個夢 說不定你叫他的名字 他就會出現了 我也是這樣想的 不過我聽到的是我的名字 是周宇叫你的名字嗎 不是 是我媽媽在叫我的名字 他說我唱了一整個晚上的捏尼巴 你還真的唱出來了 我起床之後好乾色燥的 可見得應該唱得很大聲 不過走了一趟三國也挺值得 對 只可惜沒有遇到 那最帥的趙宇 你該不會想要叫周宇 跳捏尼巴吧 你怎麼知道 大頭 草莓 我們下次見 終於在那 哈囉 大家好 我是QV姐姐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按下訂閱鍵 那如果想要看到更多不一樣的內容的話呢 也記得看這裡 如果想要看閉嘴 我們等到達到這裡 快點 ヽ ノ 賺